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谈的是 无记忆性质 什么叫做无记忆性质呢 无记忆性质 Memory Less Property 它这个的定义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条件几率 当T在大于A的前提之下 大于A加B的几率是什么呢 就可以直接写成T大于B 那么各位同学看到了 这个是叫做无记忆性质的一个定义 看起来是觉得不是很了解 那么等一下我们用例子来解释 各位同学就会清楚了 为什么叫做无记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什么是无记忆性质的一些 很重要的几率分配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连续型的这个几率分配 是指数分配 它具有无记忆性质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证明它是有具有无记忆性质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PDF写出来 这个地方是beta分之一 这个beta是指的是一段时间 这是等待的时间 我们应该要这样的来想 就是等待的时间 beta 那么为了这个书写方便 我们这边都是beta分之一 我们把它写成Landa 把它写成Landa的话呢 这个是相当于是单位时间的一个次数 就是这个Landa 跟我们布阿松里面的Landa是通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如何去证明 这个条件几率 是 就是px大于b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 条件几率是这样的 p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我们是怎么写的 是pa pa 交集b 那么以这一题而言的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p底下 上面是两者是交集 既然是交集 大于a加b 那当然是比较小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写了 好 我们就直接来计算吧 首先我们算上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是 大于a加b的几率 那么 我们要知道指数这个分配是 是这样的 大于a加b的几率 那么就是这一块的面积 当然是由a加b到无限大 那么这边是Landa 1的负Landax dx 这个对于x而言 这个非常好积分 就直接写出来了 这边就是负1的负Landax 那各位同学不妨去对这个微分看看 是不是就是左边这个 那么这个我们的积分范围在 a加b到无限大 这边是a加b到无限大 好 我们把无限大带进去 我们发现这是0 那么a加b带进去 因为是减掉负的 所以这是加的 加 等于1的负Landa 这是a加b 这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几率 那么底下这个几率呢 是这样的 这个一样 但是它的范围是由a来起算的 a到无限大 然后我们把它积一下 范围是一样的 由a积到无限大 我们直接把它带进去 我们发现这是0 这是减掉负的 那就是加的咯 加上1的Landa 负LandaA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相除 怎么除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除这个 这个除这个 这就是我们符合我们这个条件几率的计算 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什么 1的负Landa 这是a加b 这是a 那就生还LandaB 这就是px大于b 所以我证明了什么呢 指数分配是具有无记忆性质的这个性质 那么这个意义 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离散型的 也是具有无记忆性质的几何分配 各位同学要知道几何分配 在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几何分配是怎么玩的 几何分配是具有的是离散的 就是所谓间断型的 那么它的定义 各位同学不妨到前面去翻一下 那个在跟负二项分配一起讲的 x等于123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个结果 我们要了解的是 这个是大于a加b 就是由由哪里算起呢 我们现在算的是由x加1开始起算 大于x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们把一般式列出来 那么大于x的部分来说的话 这边是 这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 公比是几呢 是1减p 那么这边是首项 是1减p 那我们就可以1减p的x次方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这边是什么呢 等于p 1减掉r r是1减p a1是什么呢 1减p的x次方 这就是我们的首项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经过了一个计算 现在我们发现底下这个的话呢 就是刚好是可以抵消掉 很干净的就是1减p的x次方 那么现在有了这样子的算法之后 那么我们看一看 大于a 大于a加b 套进去就知道了 这边套进去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大于a加b 那就是 这个就是a加b 这边的话呢 是a 那就是a 那么除一下 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指数的相减的一个过程 因为底都一样 所以指数相减 这就是b 我们发现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px大于b 所以指数分配 也是一个具有无记忆性质的一个特例 拿一个立体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解释 就是常常我们用到的就是指数分配 在等候的问题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个 一个不是非常恰当 但是却是可以 大概可以解释的一个问题的 来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的这个有一个中医 他看诊的时间 就是恰好是符合指数分配 那么平均看诊时间 是等20分钟 就是看他看20分钟 看诊以随到随看来等候 假设你去看诊 就前面的话 刚刚一个人进去 那是不是就平均要等一个20分钟 那么我们问 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的几率是多少 超过40分钟 x代表的是等待的时间 大于40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平均看诊时间是多少 是20 所以这个地方 beta值是几 是20 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现在再把它的几率的密度函数写出来 几率密度函数是 beta分之1 1的负beta分之x 本题的beta是指的是20 好 现在几率密度函数已知 现在我要算的是什么 大于40的 大于40 那当然各位同学要知道 指数分配是这样的 大于40 那就是由40起算到多少 无限大 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由40到无限大 然后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把它放进去 二十分之一 保留着 这个是负的二十分之一 我发现 刚好就是很简单 这就是1的 负的1的负二十分之x 来我们画一条线 我们把它的范围写下去 这是40 这边是无限大 我们也知道 无限大带进去是多少 是0 40带进去 我们要减的 减的这边本身是负的 那就是加了 变成了1的负二次方 1的负二次方 同学你要知道怎么算吗 它的负次方就是放在分母 所以是1平方分之1 那么1我们用 欧拉数是2.71 828 来我们计算一下 用1来除 大约多少 0.135 就是大概 我们要去的话 我们发现 他刚进去 我们在那边等候的话 超过40分钟的几率 只有一成多一点 其实几率没有非常的高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指数分配的 一个计算的方法 问题在第二期 某一天你去看诊 中医前面 前一个人 已经在看了 你就一直就在这边等了 可是不一样的是说 你不知道前面看诊 已经看了多久了 他可能看了才刚进去 也可能看了10分钟 也看了可能也是将近20分钟了 那么我们等待的时间 超过40分钟的几率为多少呢 那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你这个题目来说 这个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的几率 一样 都是 0.135 不管你前面的 已经看了几分钟 我们 现在开始继续看的话 几率都一样 他并没有记忆 前面所看到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无记忆性质 那么无记忆性质 我要再跟各位同学做一个例题 就是有关于电子零件的问题 假设一个主机板好了 电子零件的主机板 他的话平均寿命是可以到两年 我们超过四年的几率 那么一样 我们做法就是一样的 如果我去买了一个中股的 那么是堪用的 他已经确定已经用了一年 那么我们问 我们再用四年的几率是多少 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几率是一样的 我们并不会因为前面 已经用了多久 会影响到我后面的几率 它就是说 它是可以丧失记忆的 理由是因为 这个电子零件 它的寿命 它的标准差实在是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忽略掉 它的这个前面 所用过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它是不会去记住 前面已经用了多久 几率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 叫做无记忆性质 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两种 比较重要的分配 一个叫做 间断型的叫做几何分配 连续型的比较常用 这叫做指数分配 常常用在 这个等待的问题上面 或者是电子零件的 寿命问题 都是利用的是 这个指数分配 这个指数分配 那种不一样的 这些指数分配 我们接着 其实是